在台北的西門町商圈 傳出槍響 原來是有一名 膝蓋相謝的嫌犯 他拒檢逃逸 而且一路從新北逃到北市 最後拒捕開槍 幸好靠著優勢的警力 把人給壓制 交給陳宇璇 是的主播 透過畫面可以看到 幾名便衣行警 將嫌犯團團包圍 地上一次排開 有槍支 還有20發子彈 板橋警方 今天中午抓槍砲犯 西門町惊傳槍響 知道他身上有強大火力 警方追棄這名誠信嫌犯多時 今天發現行蹤 準備攔檢 沒想到嫌犯拒檢逃逸 過程中來到西門町一帶的 悉尼南路開封街口 竟然還朝警方開了一槍 索性沒打到人 最終遭待 警方清查 這一名誠信嫌犯 前科磊磊 曾在2004年持手榴彈 邊吸毒邊和警方對峙 當時和他交手的 就是板橋分局 最後遭逮入獄 16年過去 他沒學乖 再次帶著槍到處跑 這回又栽在板橋警方手裡 以上現場最新主播 好 美瑜說很久沒有看到雅婷了 點我好 點你囉 趕快請大家直播連結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都能夠加入我們的新聞討論 還有DH力說 想要來中天看主播沒有問題啊 還有你鎖定一整天的中天新聞 都可以看到每一位的主播 再看到是高雄有面電 烙號下午發生了火警 雖然消防隊火速抵達現場 但是水袋卻一圈一圈打結了 影片被PO網民眾就質疑說 這個水袋打結耽誤了救火時間 消防隊解釋 因為當時救火這空間實在太小了 在這邊水袋是沒有辦法直線拋開 所以只能夠一圈一圈的擺在地上 才會出現打結的情形 高雄五甲區一間面電 一旁民眾看了傻眼看到火勢越來越大 真的很心急 而消防人員費了好一分功夫 才總算把水袋解開順利滅火 它大概是多久之後 大概都半個小時 半個小時 面電的身材工具幾乎燒光光 但索性沒有人員受傷 只不過水袋打結也遭民眾質疑 是不是耽誤了救火時間 因為情急之下 我們可能只能先這樣子丟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如果有交疊到的時候 就是容易會有打結的情形 消防人員表示 當下因為在馬路邊 救宅空間小 水袋無法直線拋出 只能一圈一圈放在地上 只要一放水 就有可能纏繞打結 但也強調 同時有另外一條水線 實施灌救密火 水袋稍微纏到這個部分 那未來我們在訓練的部分 也會特別來做一個加強 消防隊因為水袋打結 被質疑訓練不足 也讓打火兄弟好委屈 雖然有民眾大喊有夠扯 但也有民眾幫消防人員加油打氣 只是面對火場 消防人員的一舉一動 都會被放大關注 介紹陳生意高雄報導 好 再看到有一名男子 在去年的6月15號跟19號兩天 他開車經過國道1號南下桃園 跟新主的路頓 結果就被其他車主檢舉 他變換車道 沒有全程打方向燈 一連他切到21張 各財罰3000塊錢的罰單 他簡直大傻眼 他認為舉發的頻率 是不是太密集了 有的甚至不到1分鐘 這有違反比例原則 以及連續舉發的規定 所以他就來申訴不成 向桃園地院提出了行政訴訟 當中有15張的罰單 是貨判能夠撤銷的 好 總共21張 現在但是還有6張 看起來他還是得講 再來看到民眾直擊了 在鄰居為了方便 要替自己的電動車來充電 結果居然延長線他怎麼充呢 他從6樓就一路垂降 到1樓的大馬路 住戶投訴說真的太危險了 因為這電線呢 你從屋子裡頭拉出來 十幾公尺 而且天天這麼日曬雨淋 過去就曾經發生有類似的案例 引起了火警的意外 甚至呢 大家看到這樣就很擔心說 會不會哪一天就燒起來了 電動車正在充電 抬頭一看嚇死人 電線吊掛在窗外 從一樓一路拉到最頂樓 民眾直擊著恐怖拉線充電法 電線天天日曬雨淋 真的很危險 電動機車竄出濃濃白煙 劇烈爆炸聲響 瞬間撤了火球 火苗衝出其流 店家被燻得焦黑 過去類似案例層出不窮 就是一位車主拉線充電 警方出不調查 疑似是延長線走火 這回也有民眾投訴隔壁鄰居 圖方便危險拉延長線 住戶難免心驚驚驚 他那個線好像是用膠帶 膠帶去包起來 然後會走 都過熱會怎麼樣不曉得 沒有辦法知道說 他的風險在哪邊 實際來到現場 車主發現被舉報 馬上把延長線收了起來 車輛也改停到旗樓上方 但插座還留在椅座上 車主似乎只是想避風頭 林軍擔心 這回延長線恐怕會再度從天而降 對於不住在一樓的車主替車子充電 確實比較麻煩 但千萬別把延長線從室內往外拉 電線暴露在潮濕環境 充電不到惹火上升的危險 可能隨時發生 接著吳朱遠 宋香玲 台北報導